台灣上星期有大熊貓BB出生 香港海洋公園的大熊貓 瑩瑩和樂樂進入發情期 前兩天曾經交配 原方都進行人工授禁 最快在10月 大約3個月後 就會知道瑩瑩有沒有懷孕 7歲大的瑩瑩 密密食密密食 這麼大食難道準備做媽媽 海洋公園專家說 瑩瑩幾日前開始朝燥不安 進入一年一度 只有兩至三天的發情期 原方於是把握機會 星期日起關閉大熊貓館兩天 被瑩瑩和樂樂獨處一室自然交配 這對情侶雖然感情好 但都不能夠成功 按照過去兩年經驗 原方在瑩瑩落落嘗試自然交配之後 再為瑩瑩人工授禁 增加瑩瑩仇人的機會 今年很幸運地 我們可以採集到 足夠的一些新鮮的精液 和樂樂身上 而且質量是非常好的 差不多有八成罐以上的精子 都發現到活躍度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今次的機會可以增加 我們足夠瑩瑩可以為我們生產 找到我們香港人的大熊貓寶寶 大熊貓的懷孕期由兩個月到一年不等 而且要等寶寶出生兩個星期之前 才可以確認是否懷孕 所以最快要到10月才知道瑩瑩是否做媽媽 保鮮電視記者 南海應報導